书上的暗语呢 也提到了王清润的这个学府主义堂 但是他没有讲啊 这个胸部任务和胸任纵物的这个病例 很精彩 希望大家去翻阅一下 还有一个值得看的一本书 就是叶天氏的林郑指南遗案 他在这个悬花汤的基础上呢 发展了比方说 有关增加活血化育药 是吧 新润通路法 比方用归尾 用陶仁啊 等等 那么还有呢 他提倡家用虫类药 所以这部分呢 因为课堂的时间 我仅仅点题 心温通路 心润通路 温柔 通补 心泻通淤 这些法则 都是呢 后世对于久病入落 久痛入落 在知法上 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 好了 有关肝拙的那个情况呢 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讲 慎拙 第十六条 十六条 专论慎拙的政治 之所以叫做慎拙 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桌子的含义给大家讲了 流至浮浊之意 那么他流至到哪了 是肾脏呢 还是什么部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原文 慎拙之病 其人身体重 腰中冷 如坐水中 行如水状 反不可 小便自立 饮食入固 病鼠下胶 身劳汗出 一里冷湿 久久得知 腰以下冷痛 下面念腰重 如带五千千 因为这里面有教堪 请大家注意 千金就是 腰重 如带五千千 肝浆 灵珠汤 煮之 那么这个慎拙之病 他在这个条文里面 讲了他的病因 身劳汗出 一里冷湿 久久得知 那么身劳汗出 实际上这地方呢 我们经常也会 由于紧张啊 疲劳啊 或者天气炎热 时温过高啊 都会出汗的 但是没有说因为 出汗了 衣服湿了 就都得身着病 是不是这样 那么他呢 就是在于 久久二字上 再一个呢 我觉得呢 还是提示了一种 体质的因素 外阴上 冷湿 寒湿之血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段话呢 我们来理解 他的病因病机 怎么说 首先说呢 他是 寒食之血 桌 桌而不去 闭着于 现在讲呢 腰痛 腰冷 腰重 都在说哪个部位呢 说腰呢 对不对 腰和肾之间 是个什么关系呢 腰为肾的外腐 因此说呢 寒食之血 我这寒食之血 就根据他说的 怎么样啊 一里冷湿 这个冷湿二字 提出了是寒食之血 闭着于 肾的外腐 腰部 闭着的结果 不通则通 湿邪偏重的话呢 他就沉重 是吧 寒邪呢 偏重呢 他就腰冷 这地方呢 就是因为寒邪为阴邪 主凝质 主收饮 主疼痛 失邪呢 怎么样 失伤一下 是吧 那么当然也失流关节 也失伤肌肉 因此这个地方啊 他寝犯的部位 应该是在肌肉 关节之间的 是腰的外部的 肌肉关节之间 那么这个病肌呢 是属于臂阻 不通 不通则通 这个臂阻 我这个二字 我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 不通 则通 为什么 冷 重 寒食之邪 为阴邪 阴邪和阴邪的相合 使这种怎么样呢 疼痛加重 固定不移 而且也会使什么呀 腰冷 腰重的感觉 非常明显 下面呢 我们来说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病因病激的 促使下 他在临床特征上 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说肾着之病 得了肾着的这样的病人 其人身体重 他为什么不说是腰重啊 先说身体重呢 因为作为这种阴邪本身 他浅于下 浅于关节 对不对 而且是肾的外腹腰部 面积怎么样啊 是比较 广泛的 因此他影响到身体整个 以失邪表现的 为重 失邪 所致 深重 然后说呢 局部的话呢 是腰中冷 体现 不仅是临床症状 而且要体现的 含食之邪的问题 武邪众人各有法度 我们在这些 这个邪气的 治病特点上 治病部位上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呢 在肾着里面 通过原文呢 把它体现出来了 那么他说呢 腰中冷 特别又给形容了一下 如坐 水中 坐水中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我想比方说炎热的夏天 我们要到江河里 或者游泳池里 要去游泳 第一感觉怎么样啊 凉麻麻的 很舒服 但作为肾着的病人 腰中冷的感觉 就是凉麻麻的感觉 不是舒服的感觉 而是一种病态 如坐水中 是形容他 腰中冷的特征 形如水状 外形上 好像躲了 得了水汽病 没那么严重 只是乳 像 不是水汽病 这里面是一个鉴别诊断 是吧 鉴别诊断 寒食为病 他病人会感觉怎么样呢 一种自我感觉的肿胀 失胜的原因 是吧 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些病人 他说呢 我早上起来 我脸吗 发紧 我手呢 发紧 是吧 或者说那眼泡呢 像刚刚睡醒 这都有可能 但是绝对不是水汽病 更不像风水的那种 怎么样啊 木刻上为庸 没到那程度 仅仅是像 有如 是失胜的标志 那么下面呢 他又说 反不可小编自立 饮食入固 病鼠下胶 这地方 同样都是一系列的简别 为了呢 使这个原文 更突出他的临床特征 请大家注意 在久久得知之后 这个就是说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 那么还是这些 卓越肾的 外腹腰部了 得了这个肾卓病 应该是以 腰以下冷痛 概括归纳 这个是呢 归纳总结了 作为肾卓病的 三大主症 如果再加上 心如水症 是四症 先说腰部的 三大特征是什么呀 腰冷 腰痛 腰怎么样啊 腰重 部位一定是在 肾的外腹腰部 然后具备 腰冷 腰痛 腰重 这是他的典型症 是寒食之邪 闭着不去 而显现出来的特征 再一个就是呢 施肾的表现 怎么样啊 形如水症 这是整个 作为肾卓 典型症候 或者说呢 他的临床特征 张总结给你归纳 以腰部的 腰冷 腰痛 腰重 又一次形容比喻 如带五千钱 这个呢 我们在汉制的这个 一千钱是多少 是吧 这是五千钱 过去演戏 还是电影有这个 楼瓦鼠啊 十五贯 对不对 那把那个钱怎么样啊 缠在 装在一个布袋 长条里 然后围到腰间 我觉得呢 谁也不能说体会 非得是沉重到 五千钱的重量 总的来说呢 腰疼 寒湿的病人 包括腰大肌的风湿啊 是不是啊 这个 呃 关节的疼痛啊 特别是腰痛的 常见的腰痛病 退行性变 受到寒湿的 这个诱因的话呢 他怎么样啊 疼痛剧烈 而且他的特点是怎么样啊 你看他的 坐下起立怎么样啊 发皱 病人自己说 我发皱 我坐起来费劲 站起来也得慢慢的 这个就是 含食之邪的特征 是吧 含怎么样 主收隐 凝滞 因此疼痛剧烈 痛有定处 失邪 更是沉重 是吧 这是失重的表现 下面呢 他要进行鉴别诊断 说了几个 反 不可 这个反字 在前面我们所学的原文里面 已经说到了好多用反字强调鉴别诊断 不可 小便自立 要和水汽病进行鉴别 水汽病的话呢 他最大的特点 因为肾丝开合的问题上 实质了 那么在军业的真话上 也呢 怎么样了呢 出现了问题 所以军部上乘 他必然怎么样了 口渴 那么肾丝开合的这个问题上呢 特别是肾脏本身 如果影响到 弹簧的气化功能 这里头应该是小便不利 现在他说 口不渴 小便呢 没有不利的问题 因此不是水汽病 尽管他有 形如水状 不是水汽病 还有人认为呢 口不渴 并不在上焦 小便不利 并不在下焦 饮食如故 并也不在中焦 他所说的 并属下焦 不在肝肾 而在哪呢 肾的外腹 腰部 这个鉴别诊断 实际上说了三无症 没有口渴症 没有小便不利症 没有饮食 是吧 不遇的问题 因此 上焦 没有口渴 中焦的饮食如故 下焦怎么样呢 肾的功能正常 小便自利 因此他要说的 病鼠下焦 就是再次确定病位 在肾的外腹 腰部 整个原文 我用呢 四有症 腰痛 腰重 腰冷 是吧 那么三无症 是什么呀 没有口渴 没有小便不利 没有饮食不愈 是吧 那么这样的鉴别诊断 肯定是肾酌病 肾酌病 怎么治 叫做肝浆灵珠汤 助治 这块我提示 本科生注意的是什么呢 别人下背熟了背熟 笔下写 钻入宗教的肝浆 一下就把肝草 那味药给丢了 这是经常发生的 因为我会了 我就顺口就写上 说上肝浆灵珠汤 笔下就是肝浆灵珠汤了 把肝草丢掉 后世呢 把肝浆灵珠汤 就命名为肾酌汤 就是为了记住张栋井 对肾酌的诊断 命名 以及他所处的 这个肝浆灵珠汤的 制法 非常的 微妙 咱们来分析一下 肾酌汤的组成 四个样 也叫肾酌汤 生肝草 和肝浆 相舞 温中散寒 灵珠 我们强调了 笔灵和桂枝的配舞 灵桂极群 笔灵和白珠的配舞 什么作用 温中也好 健脾也好 智在哪里 是智肾的外腐呢 是智肾脏呢 还是智在中交 智在中交 是不是 这个呢 祝家说叫做什么呢 这个字念玉 第四音 玉火热的意思 给皮土以温热 就能达到什么呀 圣水 治水的作用 像李时珍他也讲 土 爱暖而喜芳香 皮土就是喜欢温暖 就怕寒湿 所以呢 爱暖 喜芳香也是怎么样 芳香化湿 所以李时珍呢 他对于这个皮土的用药特点 归纳的非常的 简尔简 就是非常的明确 明了啊 玉土以圣水 这也是祝家提出来的 就是呢 实际上就我们所说的 不土可以治水 对不对 还是回到了五行制化 圣科制化原理上 不土可以治水 因此呢 他这里头 既不去补肾 也不去 专门去 这个这个 用一些什么 治腰疼的什么 穿断啊 枸脊啊 还是什么 杜纵啊 不是直接去治腰疼的药 而是呢 从宗教 玉土以圣水 这个思路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非常值得学习的 那么 为什么要这么考虑 这个字 因为皮主四肢 皮主肌肉 那么呢 只需要温化 激凑经络间的寒施 而不必去温慎 补慎 从宗教而至的道理 第一 玉土以圣水的 作用 就是补皮土 以治水 按照五行 生科制化的原理 从宗教入手 补土可以治水 是吧 第二 从基础理论上来说 皮主肌肉 皮主四肢 寒施之邪围困 围困就是肌肉关节之间 只不过他在 肾的外腹 腰部的那个 肌肉关节之间 是不是 第三呢 那么就是需要温化 激凑经络间的寒施 所以全选的温化的药物 皮土我还说了 李施珍概括为叫做什么呢 皮土 爱暖 而喜芳香 还是针对 怎么化湿 怎么健脾 是不是啊 温化 激凑经络间的寒施 而不去 温慎 不慎 同样达到治疗作用 暗语 第一 一定呢 要抓住他的临床特征 明确他的基本概念 什么叫做肾酌 有的呢 愿意说 韩石之邪 避着一肾的外腹 腰部 阳气避着不行 这是他的病逸命迹 愿意写上可以这样 如果不愿意这么写 那么就是呢 韩石之邪所致 引起 以腰痛腰冷腰重 形如水状 为主症的一类疾病 就把他这个临床特征 似有症 给他说出来 就是呢 韩石之邪引起的 以腰痛腰冷腰重 形如水状 为主症的一类疾病 就叫做什么呢 肾酌 为什么 病逸命迹呢 韩石之邪 避着于肾的外腹腰部 是吧 那么阳气 避着不行 不通 则痛 是吧 等等 这个不说了 那么 干姜灵猪汤的功效 应当是温重散寒 健脾 除湿 所以在临床应用上 这第一我要注意说的 就是这概念要明确 第二呢 就是 鉴别诊断 他提到了 什么三无症 要和水气病 要和病在上教宗教的情况 进行鉴别 这个就根据临床实际了 实际上我刚才提了呢 临床应用上 第一个 药大疾风湿 这个有的时候呢 是慢慢缓慢得的病 但是真疼起来的时候呢 西医呢 就按照急性的那个炎症处理 就是用抗凝素 轻微素 肌肉注射不行 就点滴 或者是加什么 加急速 就这种脂肪 而我们的话呢 就是变成失智 这是一类 再就是呢 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呢 有的呢 就是寒食所致 有的是腰间盘 是窄了 还是突出了 他都可以呢 诱发坐骨神经的 这个基本上 他和他呢 不能够保暖呢 或者过牢啊 有关的因素 那么这个方子呢 可以作为基础方 然后呢 再根据情况 怎么加减 对于内科计划里面 比方慢性胃昌炎 是吧 肠功能紊乱 属于寒食之邪 所致的 是吧 本来说 不在宗教 饮食如物 但是这个方子呢 因为他怎么样啊 致在宗教 健脾出失 这个温中散寒 所以对宗教脾胃的 寒食之邪 有很好的治疗意义 所以相当于 是吧 慢性的胃肠炎 功能紊乱 符合 有的呢 特别是寒食谢谢 或者说叫做寒食下吏 这个 有主制作用 在妇科里面 寒食代夏 这个方子 作为地方 也是很有意义的 寒食代夏 你也可以在此方基础上 加用完奶汤 是吧 什么白骨儿 山药 车千子了 甚至于嵌食之类 这个呢 对寒食代夏 很有意义 因为它是从根上制的 是吧 从制脾胃虚寒 来说 还一类 就是妇科里面 有的人呢 得的阴沉水种 阴沉水种 如果属于寒食性的 可以拿这个做地方 妊娠时期 下肢浮种 是吧 下肢浮种 属于寒食型的 可以用这个 关于妊娠 下肢浮种 小便不利 在妇科 妊娠病片里 有专方 还有的说 如果比方说 你干加灵猪汤 你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呢 有的特别是胎动不安了 或者伴随着细屑了 属于寒食型的 那么神灵白煮伞 成药 很好用的 而且神灵白煮伞 对调整它的免疫功能 有帮助 这个呢 对于安胎 对于补虚 止屑 全都照顾到了 好了 时间关系呢 第十六条 肾浮病 讲完了 时间的关系呢 品约 因为和伤害论 重复 大家自学 因为心伤和习哭 是新的内容 我看看啊 把它讲完 十条是心伤 这个在标题上 我就写 论心伤病症 因为是五脏病症 举例 举到心伤 请大家看这个条文 心伤者 其人牢眷 即 头面 赤 耳 下重 心中 痛 而自烦 发热 当其跳 其脉弦 此为心脏伤 所致也 啊 这个 心伤者呢 特别是后来一个总结语 我觉得呢 对于理解本条的含义 很重要 他说此为心脏伤所致也 我们上次讲胸臂 包括胸臂心痛 也有一类就属于什么呢 心 本脏 发病 所以这地方呢 心伤者 那么他讲到 其人牢眷 即 头面 赤耳 下重 怎么理解 这是心脏本身的 发生 气质性病变 那么他那欺人怎么样啊 不耐劳作 哎呀 容易疲劳 而且头面赤 这个 因为心主血脉啊 爱心主神明 所以作为心伤的脉症上 一定要出现呢 心气虚 心气虚 比方说 出现的这个面赤啊 是吧 头头面 这个面赤不说 而下重的意思 实际上是来说呢 肾气呢 动于下 他要伴随着 齐跳 在上呢 是扬服于上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下 下身呢 表现为 沉重无力 那么 我想呢 给大家介绍 就是孙思淼 在千金方十三卷里面 提到心脏脉论 你要拿他这个 来对教 这个本条的话呢 会发现 这一条的意义 更加完整 写的是什么呢 心中痛 而自反发热的 这底下 有个心中痛测背 多处测背两个字 底下再是 接下来 说呢 自反发热 所以这么一个描写的话呢 实际上把心伤 心竹血脉的病 和那个胸壁 心痛测背 完全怎么样呢 吻合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上海的金树山教授呢 他认为这个 一条的描述 所说的心伤 就和现代医学 所称的 心育损伤 心脚痛 相通了 所以这个认识呢 使我们对于这个 五脏病症举例 我觉得心伤的这部分 说的很好 我把这个条文 整个给大家顺一下呢 就是指 心气不足 因火上浮 而清气呢 下陷 因为心呢 是阳脏 是吧 也是呢 体阴用阳的 那么心气损伤呢 就不难劳作 稍有劳眷 就虚阳上浮 所以他呢 头面赤 而呢 身体沉重 无力 心呢 由于小肠 小描述 当清气下陷的时候呢 就是也有的认为 这个下重应该指脱缸 是吧 一种解释呢 是怎么样啊 下身乏力 下身乏力 爱疲倦 不耐劳作 再一种认为呢 是清气下陷 由于心 于小肠 小描述 而导致脱缸 那么心血失氧 所以心中痛 而且撤背 自烦 发热 这个呢 本条的这个认识呢 我觉得呢 给咱们做一个很好的补充 下面我要讲呢 就是邪窟 第十二条 如果说心伤是气质性病变的话 那么邪窟呢 实际上就指的是功能性的病变了 看看啊 邪窟是魂魄不安者 血气少也 血气少者属心 心气虚者 欺人则伟 和睦欲眠 梦远行 而精神离散 魂魄网行 阴气衰者为颠 阳气衰者为狂 这一条呢 有很这个需要解释的地方啊 那么特别是条文里面 关于阴气衰者为颠 阳气衰者为狂 这个部分需要给大家做解释的 邪窟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词解说不正常的哭泣 邪窟有如邪鬼作祟 无故的悲伤哭泣 这个命名是正方命名 邪不正常 不正为邪 所以呢 这个词解就是有如邪鬼作祟 无故悲伤哭泣 这和我们前面讲的 比方说百合病 是吧 他那个精神恍惚不定理啊 也有这种情况 是吧 那么 那个是按照心肺阴虚 是吧 那个时候呢 我对于心主神明强调了 肺应该藏什么呢 五脏对精神来说 肺应该藏破 对不对 那么酸的儿他呢 讲到肝阴虚 那么肝呢藏魂 对不对 他不能入眠 是呢魂不能入于肝 是吧 那么今天讲到呢 说邪苦使魂破不安者 这显然和什么相关呢 魂藏于肝破藏于肺 邪苦怎么能使魂破不安了呢 这个解释呢 还是和五脏 是吧 藏神 藏智 藏意 相关联的 那么现在说的呢 是魂破不安者血气少也 肝与肺的不足 血气少者属于心 尽管是五脏 所藏 有所区别 比方我们已经复习了心藏神呢 肝藏魂呢 肺藏魄 是不是啊 那么肾藏什么呀 肾藏智 脾呢藏意 现在他提到的 那么尽管是肝藏魂 肺藏魄 魂破不安 总属于心神 所以他说呢 血气少者属于心 心气虚者 其人怎么样呢 则恐惧 则伪 合目欲眠 想睡 怎么样啊 睡不好 是吧 失眠啊 多梦啊 甚至于 这个 出现一种惊惕啊 这都是属于 合目欲眠 梦远行 而精神离散 这个就是在睡眠 这个质量上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他概括出 包括梦远行 做一些噩梦啊 非常啊 害怕啊 惊惕 他总结精神离散 魂魄 往行 所以呢 是一种精神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 出现的不正常哭泣 在这里面 他又把它点出邪窟 那么将来 复科杂病片里面提到的脏躁 不更是邪窟一类的吗 那个呢 在病因上 他又强调的是五脏的脏音不足 特别是心脾 第一两须 那个出干嘛 也大早堂主治 现在呢他是讲的是精神 啊 魂魄不安 精神离散 魂魄往行的情况 然后提示到严重出现癫狂 我们学内科的话都讲的什么呀 阳胜则狂 阴胜呢怎么样 阴胜则癫 是不是应该这样 结果他现在说的呢 是阴气衰为癫 阳气衰者为狂 我现在呢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的话 这个衰字需要从文字学上来说明 不是衰弱之一 不是衰弱之一 不然的话和我们中医的基本理论 完全相反了 是不是啊 与理难通啊 这个衰字呢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呢 一个人 看到呀 戴着 羽帽 是不是啊 完了穿着缩衣 看看是不是这样 这种形象 在文字学上 说文解字的一部 你会查到 他说呀 曹语一之一 就是这个字 直接就这么写的 在一部里面 就这个衰 底下斗号 曹语一 因此他不能念衰了 啊 那么就是说 古文的这个衰字 从这个一向形 从一向形 看穿着这个 是不是啊 向形字 因此呢 念成什么呢 缩 缩衣 缩 当重叠之一讲 当重叠来讲呢 就好理解了 难经 多少难说了 请大家看 我们这讲义 给大家引了 是 湖北武汉 李金庸教授 在1978年 于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发表了 他对本条的这个 疑问 所提出的看法 在我们123页 选注里面 最后一段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78年第一期 35页 这是李金庸教授的看法 他说 本节的衰字读缩 应该是什么呀 加草字头 念成缩 不能念成衰 但是咱们 所那个印的字 是这么写的啊 本节的缩字读缩 而做重叠讲 则本节呢 阴气缩者呢 如颠 阳气缩者为狂 也就是难经二十难 所谓的 重阳者狂 重阴者颠之意 李顺了吧 重叠之意讲 就回到了 重阳者狂 重阴者颠 就比较符合 所以这地方呢 一直是 在争论之中 当李金庸教授 发表了这个看法以后 正好我是在 82年吧 到湖北中医院 参加了全国 伤寒金贵十字班 我听到了他的解释 我认为很有道理 现在呢 我介绍给大家 因此这地方呢 也就是说 当精神神经 方面出现了 那么离散 甚至于魂魄网形 这样的一种邪窟 重的话 它就是一种癫狂症 所以 有对精神神经系统的疾病 可以按照神经观能症啊 精神衰弱呀 是吧 这一类来对待 甚至表现为呢 就是精神抑郁啊 或狂躁 重的话 就是精神分裂症的范围 所以这一条文呢 非常有意义 没有出方志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讲义的选著 五版讲义 比别的讲义 完全的地方就好在哪呢 介绍了好几种说法 请你参考 让你自己甄别 哪一个说法更为合理 首先看 他介绍了什么呢 知解 成云来的看法 内难经言 重阳者狂 重阴者 叠 此阴气 咱就不能念成衰 此次阴气 缩者为颠 阳气 缩者为狂 似欲 彼 然 经也有上时下虚 为绝 颠基 那么 阳重 阳重脱者 一狂 则知呢 阴阳俱虚 皆可为颠 为狂 也 这个从病机认识啊 他有所区别 做参考 新典 你看尤在经怎么说 经云 邪入于阳 则狂 邪入于阴 则颠 此云 阴气 衰者为颠 阳气 衰者为狂 盖 必正气虚 而后 邪入 邪气 入 经言其为病之故 此言其致病之原也 他这就同意呢 从阳气 衰 阴气 衰 这个呢 纯属是随文 服役啊 啊 示役 就是黄树增 贵阳的黄树增 老师 他呢 确实和我们近代在临床 包括理论研究上 有深度 有启发意义 他讲呢 癫狂 结病名 各有两种 一为呢 阴胜之癫 难经所谓 从阴者 癫之词 就是说这个的 是吧 那么一用什么呢 纵宫片里面 我给大家提示的 什么汤啊 风饮汤 加剪 一为呢 是什么呢 心阴气衰之癫 其壮 仙不乐 头重痛 木齿 心烦 语言 错乱 神志不宁 脉来 细弱者是 此解之巅 既属之 应在枝法上呢 亦养心血 安神志 如酸枣仁 生地黄 当归身 红枣肉 小麦 浮神 甘草 远至 仓仓仓 仓谱 牡蜜 菊花 莲子心 灯心 足如之类 一为呢 阳盛之狂 难经第二次难所谓 重阳者狂 既知此 致以 纵用生铁锣 胡黄连 阳卢 灵磁石 龙南草等 大苦 大寒之品 折其上盛之威 这是一个类型 还一类呢 就是 阳气衰之狂 目网见 目网 耳网闻 就是我说的 幻视幻听啊 是不是啊 善乎 或呢 多识 善见鬼神 那个 善孝 而不发于外者事 慈解之狂 属于后者 致以用 桂枝 甘草 高粒参 五味子 白芙苓 龙眼肉 龙骨 牡蜜等位 振其心羊 补其心器 我觉得呢 就是 李金荣老师 在文字学的考证 再加上 黄树增老师 给的提示 智法上 边有二 狂有二 这个呢 学习本条 我说呢 要在这个课堂里 要讲 就是这个啊 意思 剩下的时间呢 我想说一下什么呢 在十一篇里面 他提到了 三交 这个病症举例 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给大家呢 理顺这个条文啊 热在上交者 应可谓废尾 在第七篇 我们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啊 有虚热废尾 虚寒废尾 这个热在上交的废尾 应当指什么呢 虚热浊废 废弃尾弱 那么热在中交者 则为奸 是指的什么呀 大便奸 大便的避解 是吧 热在下交者 则为什么呢 尿血 以令临臂不同 这个地方呢 请大家注意 就是说呢 热在下交 尿血的原因 有时热 也有湿热 所以呢 在后面的篇章里面 我们要讲 讲小编不利的话 13篇里面 讲小编不利 其中呢 有湿热为患 造成的尿血 是吧 热浊 那么它要伤及阳落 它也会出现 那个尿血 但临床 我们常见的话 试着下注 是吧 这一类 它讲的呢 泽尿血 特别它又提到 以令 临臂不通 有的人 有的人讲 临臂不通 应该讲 小便的 临射 不通 大便的 臂解 不通 我们讲 意在词解上 请大家注意 什么叫 临臂 不通 令 是指 小便 低利 舌痛 在中医 内科里 也是讲了 令病 有五令 六令之分 对不对 那么那个令一定的是 小便同时 得有尿道 对什么呀 一系列刺激症状 特别是呢 疼痛 得有疼痛 而且呢 小便怎么样呢 不畅啊 那个 或者低利啊 是吧 或者有尿不进的感觉啊 都属于这个 是吧 那个 在内科学里面 有血令啊 是吧 气令高令啊 沙石令啊 包括劳令 等等 这个不说了 B 它当作的B字来解 小便B色不通 在那个时候 张宗景这块 特别注意 小便不通 叫什么呀 叫龙B 为小便不利 或者是呢 B而不通 我为什么要叫 大家注意这个呢 因为将来13篇的片名 要有争议的 是吧 要有争议的 那现在来讲 对于小便的低利 包括尿道疼痛 是为令病患愁 这个B来讲的是什么呢 小便不利的龙B 这是三交病症的举例 下面设计的是 小肠大肠的病症 大肠有寒者多物糖 我们讲了 李虚寒症下立轻骨不止 对不对 这个物糖呢 他提到了是鸭糖 像鸭子粪似的 水分砸下 也是属于大肠有寒所致 严格来说应该是虚寒 这样 是物糖 有热者便肠垢 如果有热的话 是什么呀 肠中的粘液垢腻 这个就是大便怎么样啊 表现为失智 或者不畅 失热交结 那么他粘质 不畅 这是肠垢 他可以理解呢 就是有粘液 有垢腻之物 小肠如果有寒的话呢 其人下重便血 刚才提一个下重呢 为什么有人提说 除了下身的沉重法理外 下重还可以标志呢 是倾气下限的脱缸 这地方呢 他提到要便血 而且要出现的这种类似脱缸的情况 而有热呢 就是失热下注到小肠 再呢影响到广肠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什么呢 直肠 那就是引起脂肪了 还引起脂肪了 我觉得呢 这些举例呢 都是比较零散的 但是他至少对于寒热之病 是吧 对不同临床表现 应当呢引起注意 有指导意义的 特别是对这个前后二因的病症 在这里面说的比较透彻 现在临床也是这么来变的 关于第二十条 积聚和骨气之变 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属于复习的内容 那综医基础就开始讲 积呢 为有形之块 一定是呢 匹块 针之类的 那么他当然他怎么样呢 病在脏 而且病位呢 比较深是在血分的 那么在这个局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肌的这个病灶上来说 他怎么样啊 固定不移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他比较坚硬啊 退质不移啊 那么聚呢 为无形之气 所以他呢 这是一种聚啊 是一种呢 气聚的情况 并未相对呢 清浅 在气氛 因此在质法上 缴起这个疾病来说 容易一些 啊 不是说他抑制 容易 是跟那个疾病呢 相对而言 那么 作为目前临床上来说呢 推之容易啊 有移动感 对肿瘤的鉴别诊断 良性恶性的诊断上 那么在那个时候 那么内经啊 难经啊 特别我们综医基础 综医内科 反复强调 现在让我们来看 张宗领在金贵杂病里面 他把这样的一些 难治之症 是吧 把他呢 从鉴别诊断上 重申一下子 有形之块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比方说 虐母 是肝脾的总纳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得看 如果是属于 脾大性肝硬化的话呢 他在软硬度上 也有轻重之别 是吧 推之移 还是可移 还是不移 这个呢 也是呢 和肝癌 或者说呢 疑头癌的鉴别 就是这个 疑于不移 疼的程度轻重 再就是呢 是固定不移 还是怎么样 所以积聚的部分 临床有意义 至少 在界边诊断上的 基本技能 基本知识 要明确 有关骨气的这个部分 是要和什么鉴别呢 就是和素食 它实际上是相通的 我们刚刚讲过素食呢 一定是属于伤食时级 饮食不节 脾胃不孕 是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它属于有形之邪 你只要把素食 不管是吐法下法 或者是当今 所惯用的消导法 就可以了 作为骨气 它呢 是无形之气 或者说呢 它是因为脾胃的一个 更虚的情况 它出现的疼痛呢 可以洗暗的 或者暗制呢 痛减的 但是你如果从脾胃的 根本的这个 病面部位上 不给它改变 骨气不能够得到纠正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骨气为重 骨气的病情 比素食为重 因为素食呢 有形之气好去 是不是啊 制法上明确 而这骨气上的话呢 尽管暗制痛暂缓 但在消食方面 必须兼于理气 这个过程 是需要一个 时日的 需要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 作为医生啊 要指导 患者除了药物治疗以外 护理很重要 特别是从饮食上 要适合 它的病变的情况 以及它个体上的 喜悟 要进行相应的指导 才能使它 这骨气的病呢 能够 更快的相遇 而不至于恶化 或者转变成它病 这堂课呢 我们基本上讲了什么呢 第十一篇 因为是一个 比较脱落 或者争议较多的 一个篇章 我请大家注意呢 它所体现的 是以五脏为核心 那么强调五脏的 辩证方法 以及当时 以五脏来进行 疾病辩证分类的 一个方法 掌握这个 关于它缺乳的部分 我提供呢 就是请看 湖南中医院老领导老专家 谭世强的 这个专注 做对他的那个缺乳的部分 做一下补充 做学习参考 重点我讲了 五脏病症举例里头 干着 什么叫干着 干着的概念 一定得是什么呢 因为干脉 它的寻形部位 是部落 就是在胸斜 布斜呢 布斜呢 落胸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被病邪 这个浮着不去 那么它就会影响到肝的疏泻 干的疏泻功能受到影响的话 怎么样呢 它就会出现 脾色不通啊 脾满不通啊 脾满不疏的感觉 重则刺痛 那么原文形容它的特征 叫做其人 肠欲倒其胸上 鲜味苦食 淡欲引热 这类疾病叫做干着 悬浮花汤给你的启发是 突破止痛 活血化瑜 为了加强记忆 那么请你看 王清润的 一灵改错 学府注意汤 这个呢 在活血化瑜的这个 这个制法上 在应用上 等于对胸斜的制法 布出的活血化瑜法 很有指导意义 再有就是叶天氏的 林郑指南一案 他给在此方的基础上 发展为 什么心润通落呀 心温的这个 这个止痛啊 是吧 就是对于酒痛入落 酒病入落 这个病症 在总的制法原则上 有所发展和指导 那么肾着病 也是临床常见病 这个在制法上 给你的启发是什么呢 就是从宗教入手 一土以胜水 补土治水的 来去除 肾的外腹腰部 还是这些 如果桌而不去的话呢 以 腰痛 腰冷 腰重 形如水状 刺症 为特征的 一类疾病 叫做肾酌 对吧 为了鉴别诊断呢 三无症 有哪些呢 无口渴 无小便不利 无饮食不欲 所以呢 病在下胶 不在肾 而在肾的外腹腰部 那么关于病因病机 他说 身劳汗处一里冷湿 久久得知 所以呢 对于潮湿环境下的工作呀 或者寒冷啊 这个不注意 这个 捉衣啊 这些呢 都在保健上 要注意防范的 那么和近代医学 这个临床应用呢 我已经举例了 不占时间了 下课 谢谢大家